我那天晚上发生的所有的事情全不记得了 我建议你也别记得了 哈喽 我是爱八卦的下半步 哇我跟你说 最近看了个特舒服的剧 我在他乡挺好的 全员演技炸裂 每个人物都贼真实 斗鸡的可爱之处和弱点 讲的就是几个北漂的故事 虽然是老生常谈的题材了 但是等一等先别走 它和平常的都市剧不一样 它有了爱情 友情 职场 还有点悬疑 越看越上头 就咱们普通老板信会遇到那些破事 公司裁员了 同事已经勾心豆角了 爸妈催婚 大城市租房了 它全都有 就还有代入感 里边我最喜欢的角色就是这个佳姐 太撒了 今天我们就聊聊她的故事吧 这个姐姐说事业有传的女老板 不差巧 杀法果断 但是你看她工作的片段 你才发现 老板真不是谁都能当的 佳姐的公司负责承办宴会 她这次要帮一个公司办周年请party 本来想了个挺完美的计划 结果party前一天 出了个特狗血的事 对方公司老板来查看场地 发现是她前男友 人家最爱老婆认出来了 故意为难佳姐 把之前她老公早就拍宝的这个方案 全盘否决 那我们佳姐可就要在一天之内 换掉所有的布景 菜单和酒单 就没招没招了 但她也完全没有时间 骂这个坏女人 她饭都来不及吃 第一时间想办法搞来新的材料 和装饰来布置现场 其实这也不是第一次了 之前每一次客户提出来无理的要求 佳姐都会提出很好的解决方案 比如说客人婚礼 就要日本的金箔装饰 但是贵呀 而且这么短的时间根本搞到 佳姐就提出用效果差不多的南京金箔 而且她很精准的抓住了 他们要用日本金箔 不是为了显示他们富贵 而是因为情怀 日本承载了他们共同的回忆 那她就说南京也能满足 你们这个情怀的要求呀 最后她终于说服了这个客户 我真的是把这个姐姐当成职场 教育科数 所以后面她压力太大 喝多了 终于崩溃的时候 我真的太心疼了 就真的是成年人的崩溃就在一瞬间 这就是她急用钱 带着时间欠她钱的客户 我死活不给 你就看着这个平时叱咤风云的这个女强人 哭得像个小女孩一样 就很委屈 就说干嘛呀 大家都是拼了面工作 凭什么欺负我呀 我也要活呀 哇真的是谁都不容易 但是崩溃完了 第二天复活了 继续还得去解决那些棘手的事 我们佳姐就是专心搞事业 但这也就带了一个很大的问题 她35了 但是本来她也不着急 属于那种她不拒绝谈恋爱 但她不想将就 也实在是没那个时间 就变成这样了 但是这会儿她有点坚持不住 家里一遍一遍的催她找对象 说的可难听了 你挣再多钱没还得有啥用了 你没了之后 钱全是弟弟他们家 加完班了 大晚上要请下主吃饭 才发现那天是七夕 大家都要去约会 她自己跑去酒吧 想说有没有什么浪漫邂适合啊 结果一个搭讪都没有 再加上佳姐之间得罢癌症 恢复了 就觉得不想给自己的人生留遗憾 这些事一起来 佳姐这个暴比 现在受得住这个呀 一气之下直接跑去了婚介所 没想到 乡亲的人一个比一个垃圾 挑她太老了 工作太成功了 抛头露面了 不能相夫叫子 不是北京人 哇我真的是要气色 你是不是哪有毛病 话太多 问题太多 为什么这些乡亲男的在乎的就只有 能不能生孩子 有没有房 有没有车 有没有北京户口啊 自己没有吗 自己不能努力吗 这些事除了生孩子 哪个是他们不能做的呀 你有什么可好 那你要真的这么算的话 是不是咱们得平摊了 女生负责生孩子 那可是要把命都担上了 那其他事男生就得负责了吧 当然 我必须找补一下 我们这里只是特级 距离出现的这种 自己干啥啥不行 要求一大堆的 把女生当成生娃机器的垃圾相亲男 三观正常的小哥哥们 还是很多大 那经历了这些事 家姐就意识到 她引以为傲 赖以生存的那些才能和优点 在有些人眼里 一文不止 她想更贴近这个社会的标准 那可能得把自己身上 所有的特质都扔掉才能做得到 其实哪有什么社会的标准呢 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 每个人喜欢的都不一样 无论是单的还是结婚 男主外 女主内 还是反过来 你只要找到自己适合的生活方式 并且你得为自己的选择负责就好了 就我们改变不了世界 肯定要改变自己了 但是在这么多的妥协当中 总还是要保留那么一点点的空间 是可以做自己的吧 这才是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意义啊 而且 家姐之后确实遇到了欣赏她的人 又高又帅 还是个小狼狗 哇 我真的是太吃马斯超的盐了 姐弟恋我一般不嗑的 但是这对真的是太甜了 他们俩之间就有那种化学反应 你知道吗 特别甜 给我锁死好吗 其实这个剧还有很多个像这种的小故事 就真的很生动的展现了 打工人在异乡工作的血汗类 比如这个闺蜜乔翘 给房间中介骗了钱 被房东扫地出门 没地儿住了 他爸正好是打了电话 他又不能找他们帮忙 就只能说一切都好 好不容易换了个房子 住的偏 深夜下班回家的时候 总是提心吊胆 他还被跟踪 这不是我本人吗 以前留学的时候 我家旁边治安贼叉 有天晚上我朋友把我送回家 结果发现我家方圆两条街 都被警车围住了 说是有个什么枪击案的嫌疑犯 逃跑到了这个区域 警察正在找 找到之前都不能放人进去 里边的人也出不来 哇 我真的受窒息了 他们不让我回家呀 让回我也不敢回去啊 还好我在朋友车上 就直接开回去他家住了 第二天 我就直接下单了一堆的防灯喷雾 就和乔乔一毛一样 有艺术艺 我觉得他这个脸儿特别好 我想搞一个 诶 初生你别笑 我跟你说 这是白天看不太出来 晚上关上灯了 就是这么一样 就是家里就是有个男人 你打电话在这站一宿啊 喝咖啡那人 行 超儿我们不跟他们玩 回家 在异国他乡生活就是这样的 很多事你不可能找爸妈的 他帮不上忙 他只能干着急还上火 告诉他干啥呢 大家每个人都是这么自己撑过来的 一点点的学习各种技能 学习保护自己 所以说这个转部剧和我的生活 简直是相似度90% 而且它很好的平衡 戏剧性的还原度 又真实 又有意思 还在你猝不及防的时候 加入了一些悬疑的戏码 太上头了 这个局现在还在钢码出了一半 但是据不可靠消息说 这个局不是高开递走的 其实都不重要 我都没有那么奢侈的要求 我只希望我磕那几多CPHE就好了 好 B站兄弟们来一个一键三连 YouTube的姐妹们 记得subscribe我们 再点一下旁边的小铃铛哦 拜拜